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您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香港连续5天出现感染颜头不明的确诊个案 专家认为香港第四波疫情已经开始 未来数个礼拜之内 香港本土个案将会持续增加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今天新增11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世纪本月1号出现10例确诊之后 时隔3天再度回到双位数的确诊数量 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操在港台节目表示 香港过去5天出现6例源头不明的个案 已经属于疫情反弹的明显讯息 他相信确诊数据将会进一步的提升 因此呼吁香港市民减少社交活动 同时他也敦促香港监管各场所执行防疫措施的情况 梁子操认为香港中秋假期之后 可以预料下个星期会有更多个案 但是预料不会多太多 而至于滞留香港半年早先确诊的太极女子 跟本月3号确诊的22岁男性疑似都曾经在9月底 在同一家酒吧出没 这也让外界呼吁香港政府是否要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对此梁子操表示香港政府还不需要收紧防疫举措 但是需要重新审视信心措施是否存在漏洞 梁子操也批评目前当局检测依旧无法在24个小时之内得到结果 让个案追踪工作之后 也无法充分吸引市民接受检测 而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认为 第三波疫情在上个月取得零本土个案确诊之后 应该已经完结 目前是第四波疫情的开始 感染源头为第三波无法消除的隐性传播链 他预料未来数个礼拜香港本土个案将会逐渐增加 到本月中疫情才会更加明朗 不过对此中文大学呼吸系统讲座教授许述昌认为 要连世最少14天没有本土个案传播链才可以中断 目前还没出现相关情形 因此他认为香港还是处在第三波的疫情 很难判断是否已经进入第四波 不过他同意近日源头不明个案有提升的趋势 因此不应该再放宽防疫措施 徐树昌表示他支持在香港普通科门证 派身后脱衣样本评 他认为医管只有40多间普通科的门诊 可以让轻微呼吸到病症的市民 尽快知道自己是否有染上疫情 因他认为这样对疫情的防控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治疗截也截至昨天为止 香港已经累计5113例确诊病例 目前依旧有115个人住院治疗当中 香港当局近来频频对教科书内容下手 近日前删除通识教科书之中的三权分立 以及公民抗议等相关内容之后 近来又传出香港教育局定下新的规范 要求教科书将近20年史事不应该太详细的描述 香港明报报导 在提供给出版社参考的印刷课本编串指引之中 香港教育局新增要求出版社编辑国中教科书的时候 应该避免包括太多涉及评论的问题 并且强调近20年的史事 不少还在发展之中未有结论 因此不应该太详细的描述等规范 有声音反映这种做法违反教育理念 也有人质疑在这样的教育方针之下 中国改革开放是否也应该禁止讨论 而对此香港教育局辩称表示 国中实施应该先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 因此课程教授应该避免包含太多涉及评论的问题 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市冠名 在9月2号离职 据传跟香港国安法有关 而刚复今天公布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推荐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赫之易勋爵接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这项任命彰显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综合媒体报导 林郑发稿的时候表示 很开心接纳推荐委员会的推荐 他相信这些具有声望的非常任法官 加入香港终审法院 将会彰显香港的司法独立 有助于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高度信心 据公开资料显示 何时一是英国公民 1953年5月19号在苏格兰出生 今年已经67岁 1983年取得苏格兰大律师的资格 1996年获委认为御用大律师 2013年10月获委认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 2020年2月出任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 香港司法机构表示 赫之一任命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之后 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非常任法官数目 将由目前的13名增加到14名 也可以提高终审法院工作的灵活性 报导指出有别于其他地区 英国最高法院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都会派遣两名法官来香港 担任终审法官非常任法官 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 一直没有改变 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委燕德 本身也是香港终审法院 其中一名非常任法官 而今年7月委燕德曾经发声明表示 香港国安法部分条文引起国际关注 关于影响的后续是要时间来验证 因此还有待评估 而英国最高法院将会持续 跟英国政府讨论评估香港情况 以及确认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否可以在司法独立跟法治环境之下 履行职务 再决定是否要持续派遣法官来港 而先前香港终审法院 一名外籍法官施决明 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之下突然离职 并且他向媒体表示 是跟香港国安法有关 之后香港另外一名外籍法官苗里智 又以身体不宜长途旅程为由 表明不会再到香港审案 当时外界曾经忧心 香港终审法院恐将清一色的 由华人法官把持 也因此这次传出赫之意勋诀 将出任中院非常任法官之后 会获得刚复的积极宣传 并且将其定调为英国最高法院 对香港法治平和过关 不过据了解有关任命 还是要获得立法会同意 香港在去年发生反修例风波之后 香港警务处去年11月 开始委任来自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员 担任特别任务警察 以分担香港警队的工作 而有消息指出计划实行将近一年之后 目前已经有1200个人接受委托 陈教署人员大概占了200多名 民权观察批评 警队采取军事化的执行模式 让香港市民压力大增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港媒明报报导 香港警方去年11月中旬开始 委任特务警察 包括陈教署 入境事务处 海关 消防处 以及政府飞行服务队的人员 最初委任不超过100名承教人员 他们主要负责首位警务处处长 所指示的政府处所 职责包括防暴 处理突发事件等 而其后特务警察规模不断扩大 到今年5月已经有700多个人 保安局长李家超 5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有关计划最少延续到年底 并且打算要扩大计划 委任更多人寿 香港警方表示 现实特务警察总人寿 大概有1200个人 是否进一步扩充 需要试风险评估而定 至于刚过去的10月1号 没有发生严重的示威冲突 希望日后可以渐趋平静 因此估计目前 暂时不需要再增加人寿 对此 明报向香港保安局 查询特务警察最新人数 以及计划会持续运作到何时 不过保安局回复的时候表示 执行人数跟时数属于行动细节 因此不会公开 而香港警察援佐级协会 外务长梁俊杰表示 特务警察主要驻守的地点 包括政府总部 礼宾府 中联办 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 国安公署 不过对此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突警生之一 目前群众事件比去年相比少了很多 因此对于特务警察 还要扩充人寿感到奇怪 他不明白警队为何要 其他纪律部队征员 而民权观察成员王浩贤表示 特务警察编制越来越大 也担心是否会影响到 他们本来所属的纪律部队的服务 另外他也质疑 香港对本港人口的比例 已经非常的高 本来已经有三万多个港警 不知道为何还是要其他部门协助 他还提出港府限制市民 集会游行的潜力 而派大量援警阻止人民聚集 他认为现实警队 采取军事化的执行模式 等同于让香港市民的压力大增 香港国泰航空先前放弃 申请第二轮保救业计划 被视为正在准备裁员 而近日网络上面也流传 国泰将在本月5号宣布裁员计划 涉及700名机师 400名国泰城的员工 1500名空服人员 而对此国泰表示 不会就坊间的传言进行评论 综合媒体报道 国泰航空近年经营不善 加上全球疫情打击陷入困境 今年6月的时候 国泰航空曾经宣布 他们获得由港府领先 总金额大概390亿港币的纾困方案 协助亏损多时 以及受到反售利 疫情冲击的航空公司 度过困境 而港府资金注入之后 将会有持有国泰航空 大概6.08%的股份 成为继泰股 中国航空以及卡达航空之后的 第四大股东 不过国泰航空并没有申请 香港政府第二轮保就业计划 当时外界认为 可能是为了裁员而铺路 有港媒指出 国泰曾经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 从10月1号开始 暂停需要纸飞 以及休假的员工之间的调班 直到另行通知 而此外网络上面 近期也流传出 国泰将在本月5号起 裁员的讯息截图 其中涉及700名机师 以及400名国泰船的员工 一半是人事部 以及训练部的员工 此外空服员部分 也传出将会裁员1500个人 顺席指出 国泰计划 刘备国泰船全部会议室 让空服员归还制服 并且几日起 封锁员工的职员证 以及电邮 不过至今还没有 相关高层证实真位 对此国泰先前回应表示 不会就外界各种推测 以及传言做出评论 目前正在全面诊视 集团的业务营运 会在第四季 就未来营运规模跟模式 向董事局提出建议 而国泰行政总裁 邓建农9月28号 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 也拒绝回应裁员的传闻 他只表示 公司将会综合所有因素 再做决定 而现阶段还在研究 国泰未来的营运规模跟模式 因此不会剔除任何损丧 在台湾涉嫌杀害女友 潘晓宜的香港男子 陈同佳处予快满一年 台港两地再次就陈同佳计划 来台湾投案的司法城市问题 引起争议 综合媒体报导 陈同佳日前透露计划 这个月到台湾投案之后 台湾陆委会表示 可以透过单一联系窗口联络 不过香港保安局表示 港台两地没有司法互助的安排 台湾方面表示 已就案件与香港方面 建立单一联系窗口的说法 只是台湾单方面的描述 不过对此 台湾陆委会反驳表示 台港警方去年10月下行 就已经相互提供联系窗口 陈同佳如果确定 要赴台湾面对司法 随时可以以此联系 而协助陈同佳的 管浩明牧师表示 他不知道双方的安排 也还没有跟香港保安局联络 因此很难评论 不过他重申 陈同佳确实有赴台湾投案的意愿 相信相关安排在这个礼拜 将会变得更加明朗 管浩明表示 陈同佳的台湾律师 本月5号会跟台湾当局联络 但是他不清楚 律师会使用哪些方式 不过他相信 陈同佳赴台投案的安排 届时会更加清晰 因此希望各界 可以给予他们处理的时间 至于是否会安排 陈同佳会见记者亲身回应 以及陈同佳是否有意 跟潘晓英的母亲会面 管浩明表示 他无法代替陈同佳回答 不过报导指出 根据台湾监察院 就陈同佳案件的调查报告显示 台湾方面 2018年3月、5月跟12月 曾经三次去信港府 要求司法互助以及会面 同年11月 陆委会也要求会同双方部门商讨案件 不过香港政府以司法互助 非双方同意的合作议题 为由拒绝 而岗府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 曾经四次来信台湾检察官 但是岗府表示 相关信件只是执法机关的情报交换 并不是对外正式的司法互助 请求回复 而至于广浩明回答表示 台湾律师已经收到 陈同佳的指示 明天将会跟台湾官方会面 不过对此 陆委会表示 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信息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台 请帮忙点赞分享 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